大家好 歡迎來到畢哥頻道 不好意思啊大家 又兩星期沒出片 因為TAKO媽病了 失了半把聲音 錄不到音 剪不到片 不過休息了兩星期 現在已經好了 說回今集內容 今集的主角是TAKO妹妹 相信大家都很樂夢在鏡頭見過妹妹 時間過得很快 TAKO妹妹現在六個月大了 不論是在IGDM 還是在街上見到觀眾 很多時都會問我們 妹妹跟TAKO是不是好朋友 好感情的 答案是 一半啊 因為零至六個月的初生音 而整塊飯 沒有什麼互動能力 在TAKO眼中 妹妹只是一個會不停發出哭聲的人 我們是跟TAKO在同一間房間睡 有時TAKO會嫌妹妹的哭聲好吵 自己敲門在隔壁房間睡 除此之外 TAKO還是一個大草情 經常嚇妹妹吵 但TAKO表達嚇吵的方法又很斯文 很少透過肺叫來表達 TAKO的表達方法是 自己躲在隔壁裡 放些慘豬羊出來 吸引人注意 好像現在這樣 趴在妹妹的BB車上 放出一個慘豬羊出來 意思是除了告訴你 她好慘沒有人理 怕在妹妹的BB車附近的意思是 跟妹妹有關 所以家人一有空幫我照顧妹妹 我就會把握時間陪TAKO 我很珍惜和TAKO的散步時間 TAKO又開心 我又可以轉一下環境 me time一下 環境去可的話 賣東西盡量都會帶TAKO一起去 增加我們的相處時間 現在六個月大的妹妹 擅長了很多 妹妹現在學會了轉身 然後再次較長的小分 我買一萬元 我買一萬元 也讓我買一萬元 我買一個廚房 就學習一下 我覺得我買一萬元 我也是 我買一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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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妹妹在學習用手拿東西 妹妹很喜歡摸TACO 經常主動伸手去摸TACO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TACO和妹妹之間的趣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超高可以打開 對聲 而且有時間 我們下集再見 請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